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今日港股可以說是先升後回 大概是處於一個整固的格局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就是 上升通道逢低級 未講這個題目之前 先看看恆生指數今日表現 全日恆生指數輕微回吐了57點 收報25240 成交活躍有839億 剛才也說過 今日港股基本上是先升 高位開出來,然後回吐下去 美市有些收復失地 開市位23536 都可以說是近期高位 為何開得這麼高呢 就是因為歐洲央行昨晚 以息之後就減息 大家都好像樂觀 不過高開之後 其實港股上不了去 就不是說這麼理想 昨天其實我講視頻時都講過 其實市是在等待一些東西 除了要等歐洲央行的以息之外 還有美國今晚星期五晚的報告 何況其實市升上來之後 的而且需要休息 一千億大成交大力上來之後 見得到昨天星期四 就不是說在扯住繼續再上 成交已經縮下來 反映出整固的狀態 結果今天進行一個合理的整固 全日最低位就跌到25171 25,000區守住沒有變 然後美市就收復一些失地 結果全日只跌了幾十點 看看圖 今天的題目就是上升通道逢低級 什麼叫上升通道呢 我現在畫了出來 你看到短線的走勢是上升通道 逢低級的意思 當然是靠近通道底 當然可以吸納 其實昨天說過 只要守住24,500區 Exactly 那個位置 就是24,576 守得住這個位置 港股仍然都是看升的 反覆看好的 今天再補充一樣 就是這條上升通道 如果大家見得到的市場 如果真的會回到的話 在接近通道底的水平 就可以逢低級納 為什麼可以這麼看得好呢 就因為其實外圍這麼說了 歐洲剛剛減了息 雖然減了息可能利好消息反映了 但是 歐股基本上估計 都是會反覆上升的 因為歐洲央行的決心很大 今次做完之後 隨時都還有下一波 即是說今次只是買ABS 隨時下次真的會再擴大規模 買國債也未頂 何況買ABS這件事 十月才開始 現在一路還可以去到十月 都有一個憧憬在這裡 所以外圍歐洲那邊比較好 美國那些要看今晚的就業率 估計都是樂觀的 美國的經濟一直在復甦之中 都是會刺激到那個美股這隻老牛 雖然是老牛 但是還可以慢步地上升 關鍵的就是內地股市 內地股市其實很強很強 今天上升指數繼續上升 我們先看看圖 內地股市現在六年升 當然持續上升 我自己又會有少許覺得 隨時會有一兩天又整固一下 不排除星期一會有些整固 星期二會有些整固 都未定 但是這樣你看到板上升 這一段急升的情況 其實跟之前七月底的急升 是很相似的 即是說一路都是動力 即是資金融入去 是迫高股市的 所以縱市有一兩天是整固一下 不代表市就不可以再上升 所以內地股市繼續看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覺得港股 如果你有調整 是繼續有動力就會上升 在這段期間 資金一直流入去 繼續要是炒落後 要是炒有消息的 譬如落後股 蒙牛相對 早前業績公佈之後相對落後 今天它變成了 是恆子成份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股份 你看到兩天前 即是星期三 打了一顆升在底 然後兩天揚足上來 這些比較理想的 它因為已經是升穿了什麼 這個箱底的項線 短線都還有機會衝 估計可以超過38開 如果理想的話 可以再上升去到39 好 另外一隻 就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說有消息的 例如中間度地皮買了之後 有人就說 新世界中心的股值吸引 今天新世界衝了上去 守住10元的話 估計星勢未完 好了 今天分析這麼多 多謝大家